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在收盘前进了一点QID 就是看跌纳斯达克的ETF 我觉得现在没得完 就是如果继续推高的话 可能风险比较大 那么另外就是生化股今天也是补涨了 主要是集中在大盘的这个NASDAQ 但是我在street.com最喜欢的一个分析师 有一个女犹太人她的分析 她依然在说这个股市 There's no boomer 这看上去不像牛市 而且这个市场应该是被机构最恨的一个市场 但是总体来看啊 今年除非是投资高科技股 否则大盘整个的股指呢 今天两个补涨 一个是能源 一个是生物科技 虽然原油还在这个50天均线盘了第三天 但是呢原油不管了 Examobile啊 雪丰龙啊 全是大涨 那么带动了这个ERY呢 暴跌了7% 那么我今天呢 想跟Jerry老师呢 就是分析了大盘以后呢 我告诉大家我买了一个QID 为什么买呢 我会待会儿复张图 因为我觉得这个背离已经非常明显 已经明显处于oversold的一种状态 那么今天呢 我想跟Jerry老师呢 讲一下徐祥 就是国家刚刚把他抓进去啊 我觉得是蛮悲哀的 因为怎么说呢 以前都一直没事 相安无事 这个宁波解放路赶死队啊 已经非常有名 我只想就是跟Jerry老师说一下 以后呢 我跟他分析他有一个交易 因为昨天好多的媒体呢 在微信上啊 都在谈这个许祥的交易 有一笔交易让我觉得做得好 大部分交易我觉得就是啊 他就是叫有一个一字诀 就是一下子就把股票打到掌停板以后呢 让跟风盘进来 然后他他他出逃 而且今年的回报率可以说百分之两百 在大盘暴跌的时候 他还依然能够啊 什么西藏新疆啊 他不去的啊 因为很多是中国的上市公司 地方都是在农村 可以说这样的 二三线城市 第二呢 他是盘主要是看这个盘感 他是决定这个买卖点 而且他的研究员筛选的非常厉害 就是谁不由表现不好呢 就会直接开除 这有点像 我觉得像美国的大基金 Steve Coyne一样 最后呢 被政府都背移 我觉得好像这次政监会 也在选美国吧 就像把Steve Coyne 这个FBI 这个SCC 要查他查了很多年 就是他就是每年都能赚钱 而且就是啊 下面的分析师啊 都在到处挖掘信息 所谓的信息 也就是内线交易 但是有一笔交易 我待会儿还是 我觉得他做的不错 虽然是亏的 但是我觉得散户一定要学这一个 那杰老师先跟大家中述一下 今天大盘有什么看法 然后我们再回到徐翔 这位啊 呃大部分人说 今天徐翔的被逮捕呢 是代表的中国油资的彻底的毁灭 应该说油资在市场上呼风唤雨的日子 已经结束了 这个徐翔是最好的代表 呃但是我觉得我们油资 我们散户啊 还是有一个非常觉得非常非常好 我待会儿还得把文章啊 这个图啊 给大家看 来呃 J老师 行好的 呃我们看到今天呃 今天啊 其实今天行情的是11月份的第一个交易日 可以说呢 应该是一个开门率 而且呢 这个从各指数的涨幅来看的话呢 我们目前啊已经看到了呃这个这个11月份的行情非常有可能来延续的这个10月份这个这个上涨的这个这个势头 那么短线上的话呢我们也看开始看到这个阳线实体的一个形成 因为我们上周的时候呃在1010月份收盘的时候呢 短线上的话 由于这个11月份的这个具体的位置没有出现 那么我们还是就是说呃比较猜测一下短线上的话会多少会有有一个获利回吐盘的一个出现 但是就今天的这个盘式来讲的话 我觉得呃好像获利回吐似乎在本周的话出现的可能性呢 呃比较小 因为呢今天本周开盘的时候呢呃 那么标普已经调整到了一二零二零七零啊 那么在本周的开盘的时候呢 这标普啊就已经跳跳空下跌到这个二零七零点 然后随后呢开始出现了一轮这种拉升 我们开盘的时候虽然看到我们这个开盘点位呢 是在这个是高开的于这个周五的收盘的 但是盘前的这些波动的话大家都不知道 那多少少从这个个股的这个呃 股指期货的这种现行图上来讲的话呢呃 某种程度上它也是帮助了缓解短线上的一定的这个 这个超呃超买的一个节奏 所以说我我个认为啊今天的这个市场呢 拉升的这个这个这个力度这个不错 而且呢这个方向性呢也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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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的 直接是告诉我们目前呢就是按到这个往前期的高点 这个二二两千一百三十点这个位置上去测试的 嗯对好那说完了今天的行情呢 我觉得要提醒大家周五的美国的就业数据呢 将是美联储12月加不下息的一个重要的考核标准啊 考量的标准如果说这个数据够强的话 那么直接就把银行股推上风口浪尖直接就上去了 好那么啊这个加息的也会引发美金的大涨 今天美金的也出现继续的疲软因为欧洲的数据非常的好 呃下面呢我们讲说一下徐翔为什么要说呢 我觉得呃我可以说徐翔应该是啊散户散户当中的教父级的人物 在所有的大盘资金所有的私募基金都出现纷纷溃败的时候呢 他能够依然获得百分之两百到三百的回报率啊 第二呢 呃有一只股票我觉得做的非常好 就是他当时发现一只股票有坏消息出来 嗯就是可能是张子导啊 还不是就是连去八个跌停 他第一个跌停出来的时候呢 全部攒仓 而且亏损非常严重 但是呢他能够在第八个跌停啊 再去朝底 而且把那个股票的硬生生的从这个跌停的变成转红 哦 国内涨的较红对吧 那我觉得就是说我想跟杰老师分析的就是说我们散户 包括我在自己在内包括杰老师 不得不碰到这种地雷股怎么办 好比如说我买那个EFOI 呃或者大家看到TWTR 这些都是非常诡异的股票 我们应该学习许详啊 我觉得呃他是散户的一个楷模 我觉得特别是呃这种呃超级高手 在这种这种行情当中啊突然出现坏消息 崩盘的一种消息 我们不可能不碰到啊 对吧 业绩哇哇一下大跌 所以我们要记住 留得青山寨 不怕没柴烧 你只割肉出来 OK 第八个跌停的时候 啪叉反转转多 还能够把股票硬生生 然后连续几天 拉就是说上涨 他至少把他的亏损赚回一半 所以我觉得这个案例给我印象非常深 其他的案例比如说他这个股那个股那个股 都是在非常没有风平浪静的时候 他都能够倒火 但是特别这种亏损的时候 他这个一下子他的净值啊整个基金的净值啊就是整整跌去百分之十 嗯 但是第一我觉得徐翔的我们要学徐翔的好呢 在于说 赶割肉 啪一横就把他割了 第二 这个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十年不晚 连跌八个亭以后把他反转出来 然后朝底的资金跟着他进去以后呢 他在连续攀升 百分之三十以后呢 他就出来了 然后呢把这个亏损的钱赚回一半 这个是我非常觉得 我觉得非常真实的一个写照 好所以我不知道杰老师对我们股民的一种操作方法 就像我今天进QID 我们啪啪啪啪啪连续甚至跌停 就是跳空下来 OK 你敢不敢于在这个第八个跌停的时候 因为现在所有的朋友 嗯 说QID都吓死了 因为这个大盘这样涨历史新高 你敢于进去 好 那么你可能就把啊 就像周五的那个VRX 对 OK 今天的VRX也是非常的妖腻 就是基本上一开盘就涨到100 然后来回95排 这个相源啊 其实啊 就给我们放出了一个像空头支票 说啊 那个星期一的话 会有一个这个 会有这个 有一个新的故事要告诉大家 结果呢 星期一我们看到先生报告呢 什么也没有 然后呢他告诉大家 他已经空头回购了 嗯 没有他他只是说他想move on到另外一个股票下面去 然后在他的这个又发的一个报告里面呢 其实没有太大的心意 还有一点呢 那大家非常崇拜的高盛 Jeffrey 纷纷调低了这个目标价 而这个早上这个新闻一出来呢 股票反而涨了 那很多散户朋友就是一定要注意这些高盛啊 Jeffrey啊这些报告都是滞后的 他们最好的客户早就跑了 啊 早就跑了 他发的他的是最后的这些 这个做今天行情大部分是做空的人在回购 因为他们就觉得哎 香烟没有什么坏消息再出来了 那很多人说高升也降级了 那还有什么呢 对 还有什么更多利空呢 没有了OK 我们就回购 所以这个呢是这个空头啊 空头 呃就是说我们散户一定要注意的 还有就是说我觉得徐翔这一点的我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第一敢于割肉 很多割肉就是把手剁 很多朋友就是割肉割的慢 你第一个跌停的时候就敢割肉 那第八个跌停敢去朝底 OK 对我记得有一个这个投资大佬 他有一个就是操作上的一个一个格言还是理念 就是说第一第一条就是保证资金的安全 第二条还是保证资金的安全 第三条还是保证资金安全 就像像你刚刚所说的 看不准的话马上把资金抽回来 保留实力 然后呢等他继续往下调整的时候 只要你看好他的话 他没有说止跌不涨了 肯定会有 对 然后那个徐翔他的对付这个能够战胜大盘的一大秘诀呢 是战胜人性的弱点 因为人性总是最涨沙跌的 看到连跌八个点都吓死了 那恰恰这个八个跌停 恰恰是回转的时机 那我对这个股市来讲的话 就是连续我们这样涨法子的话 总有一天会反过 反过来 敢不敢去尝试 敢不敢面对自己可能巨大的一个亏损 然后呢 第二第三呢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不要就说一下子进去 然后就啊 我还有很多朋友在问我 我问你106斤的VIP该怎么办 那现在这位朋友呢 我就说OK 你就耐心等吧 也许有机会啊 不要断施这个希望 我觉得他反而来到106 112 依然有这个可能 但是你一定要战性人 战胜人性的弱点 我觉得106的价位并不是很高 因为我今天呢 也是看了一些这个机构大佬给他们一个点位 有些呢 像已经调的非常低了 给VRX呢 给出了130多块钱的 但是呢 有一家哈 这个UBS 224 224 对 对 给出了还是200 还是200多的 但我觉得 阿克曼的话 他的成本价是186 嘛 对不对 这个你可以说 如果说他的心态如果不会乱的话 他一定会把这个股价 而且他的一个performance 而且在年底的时候 他也要有一个这个业绩的一个 整个一个统计 整个一年的他的表现是怎么样怎么样的 对 他他今年应该歪掉了 没办法再起来 我觉得就是一下子要起来非常难 我觉得 我觉得就是说 从这个Steve Coy和徐翔的表现来看 两个人非常的接近 因为Steve Coy手下 两位也被SEC 指控内线交易 对 我觉得这个内线交易很难去区分 因为大家在谈的时候 无疑很多内线交易 会暴露出来 而你有没有利用这个机会去签利 也是一个因素 所以Steve Coy呢最后也是和政府一个settlement 彻底解散他的基金 只管理他自己的钱 那我觉得已经赚到很多钱 但是徐翔呢我觉得这也是我觉得蛮悲哀的 我觉得是一个高手 从这个他的一个就是一些操作手法 非常值得 值得我们投资人 散户朋友好好的学一下 我觉得快进快出一字绝 拉到涨停以后很多跟风盘啊太多太多 那我觉得就是一个高中生嘛 开始炒股 我觉得炒股这个东西不是不是不是说你学历越高炒得越好 这个不成正比的 所以我觉得啊大家从这一个啊 听上去不是很好的案例 但是我要还是跟大家着迷于股票的朋友 大家都学一学 特别他这一个经典案例啊 对 像那个徐翔 今天我也看到一个一个这个新闻啊 就是说一个啊 一个女的一个数学系的一个也是买卖股票的 炒作股票中国A股的 他用这个菲伯纳奇的这种算法啊 来进行这个市场那个介入 对 就是当这个已经跌了 跌了三天的话 他会用百分之二十仓位去试水 然后如果跌到第五天的话 还在跌的话 他会把这个仓位呢 加仓 再加百分之三十仓位 如果跌到八天以后 他就会全仓去进 哦 这个和彭博里面的一个指标是非常相像 对 它的原理就是 连跌七天十一天以后呢 可能会出出现一个 他说 对有一个是周期性的 是 然后啊 所以我们其实看到今年夏天的时候 像这个Win Result WIAN 对 或者阿里 对啊 这些股票都出现了这种 直接以后的一个报复性的反弹 对 那非常值得我们今年去总结吧 好 感谢各位的收看 好 然后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拜拜 祝大家投资愉快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